那今天呢 教给大家一个零死亡率的牵插方法 就可以说是百分之百成活率 那昨天的时候我在视频评论区里边 看到有的话说问我 他那是叫什么长春同事怎么牵插 什么品种我给忘了 我说我给你做一个视频 就是关于很多的话呢 就是在养化的过程当中呢 都喜欢去自己牵插 那不知道怎么样牵插 其实你可以看 我今天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叫气根牵插法 什么叫气根呢 就首先啊 你如果说选用一颗母本 作为牵插的一个主要 主要的一个选材料的话 你要首先啊 要控制它的一个胶水 等它都干一些 让它尽量的汗一点 然后时常的呢 往它的周围去喷水 提高外面的湿度 因为植物它有一个特性 你不论是多肉也好 还是说养到的一般的这种 吊栏也好 它都会在枝条上面 都会去长一些根出来 像茉莉花 枝子花这些东西 还有杜姜花 它都有可能会赏这些气根 只要你盆土里面过分的干 只要你外面的空气湿度过分的高 它都会长气根 你像咱们手里面拿的这个 就是有气根的 很多的一个气根 还有我后面的这个 带紧的这些个 你看这个 这个龟背竹啊 还有这个 内井球栏这些个 它都会有气根 这种带有气根的地方呢 大家再去牵插 就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一个成活率了 好吧 就像这样 因为这上面都已经有根了 你基本上是扔到土里面 它就会活 所以说这种是不存在一个死亡率的 这个就是咱们以前牵插的 给你们拔出来看看 9月23号牵插的 看到没 随便一插就活 随便一插 有的话说 我不会让它生气根啊 不是跟您说了吗 根系呢 是往有水的地方生长 植物很聪明的 也就是说为什么我跟大家说 你浇水的时候一定要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你植物当自己感觉到干的时候呢 它自己会长根 先长盆子里面的 你盆子里面水分不够 它就憋着自己在枝条上长根了 枝条上长了根以后 你再去牵插 或者分盆也行啊 这还存在什么死亡率吗 什么植物都可以用这种套路啊 不过你自己得把握这个火候了 有些个植物特爱生气根 尤其是龟背族 咱们说的那些个 有些植物呢 就不太适合了 这个全靠自己真案的一个总结了 我是老花一 两花最转一 一篇关于千叉的交给大家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